装了这俩包以后呢 我们看后面 底下 底下我们怎么也得跑一Hello World了吧 是吧 装了俩包了 是不是 总得跑Hello World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 这个要求 是吧 好 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代码端的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操作过程 第一个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index.js 那么这边呢 我们大概会创建三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一点点说 你能理解就好 第一个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src目录 然后创建index.js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在package.json里面有个main main那个入口指向的就是它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创建出来 那在这怎么办 在这我们 我们一般来讲 所有的我们写的代码都放在src底啊 这是一个约定组成啊 这个别 你你你你别自己搞一个 搞一套东西出来 然后这个底下 我们会新建一个文件 叫index.js 对吧 index.js里面怎么写 首先问一个问题 index.js 其实属于哪个空间 或者说它是什么的代码 它虽然是给浏览器最后给浏览器用的代码 但事实上 它是浏览器看不懂的代码 浏览器根本看不懂 也就是它的这个代码 必须翻译成浏览器能看得懂的样子 然后才能使用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儿的代码 这儿的代码的逻辑呢 可能跟你原先知道的不太一样 而且会有一些 es6的语法出来 那么首先我告诉你 它是这样的 比如这儿打import 你会看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像 像什么 有点像Java了感觉 对吧 我importreact 然后front 只有一个react 因为这个react是我安装完的 已经知道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写一个它的名字就可以 因为它的package里有 dependency里有 那么我拿了一个react 这个react没写在大括号里面 这说明是什么呢 这说明是什么 它其实来讲是把它的default 那个export拿出来 这个如果大家 那什么的话呢 可以查阅一点import和export那种写法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只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webpack 并不是说整个把这import export全都讲清楚 所以你在这会用就行 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 从react这个库里边 把react这个大的react 而且命名成大的react 把它要掏出来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import 什么东西 render 这个render其实为什么写在括号里面呢 render写在括号里面 就说明这是它defaultexport里边的一个成员 这个东西其实在 能export出来的东西都是一大对象 一般是个对象 当然也可以你export一个变量出来 或者export一个函数出来 但一般都export一个 就像那jQuery一样 把所有东西打包打在一个对象里面扔出来 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边有export 这边有import import和export这个东西 这样的javascript只能运行在nodejs上 nodejs是一个使用javascript 但是脱离了浏览器 js引擎以外的一个基于v8引擎的一个东西 它跑在你本地的服务器上 我说清楚了吗 所以这些代码到最后都必须替换成es5 这个东西直接扔给浏览器 浏览器消耗不了 就好像给直接给你条生鱼 你吃不下去一样 好 这from from谁 这个我们也是装过的对吗 所以这个就这么写就可以 好 有些同学已经有点感觉不适应了 好 感觉 然后render 好 这个render调用 这个看起来好像似乎还 还ok 是吧 然后在这的话 render这做完了以后 底下我们要有两个东西 render这个跟刚才我们在这调用render的时候 这个参数是还是一样的 你在这 你调这个 在这调render 对 这个地方的render 这个render 这你看吧 这是reactdom 拿了render 所以来讲在这个地方 其实如果你看得懂这个代码的话 它就是从reactdom里边 把render掏出来了 它相当于 那个我们刚才那个reactdom 点render 相当于 那么在这的话 田径的两个参数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reactdom的这个 这个render是怎么写的 我们在这回忆一下 前面一个 一个标记 对吗 后边 一个document getelement 摆什么东西 对吗 好 我们还是这么写 但是这个呢 我们为了那什么 因为我们为了写多行 所以这边我给它一个括号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叫做 document doc document.getelement byid id还是使用我们那个原来的app 对吧 然后这 因为这要写多行 把它回车下去 这个里面是 什么 d5 -d5 然后这个地方呢 写一个hello world ok 写完这个以后呢 第二步 我们看干嘛 你需要一个index.html 我们现在index.html怎么做 在这儿 新建一个html 我们现在完全是徒手键啊 这个其实来讲 未来有工具啊 我们现在只是带你下去看一眼 就是你如果水土不服了呢 也不用担心 我们未来会拯救你的 这个的位置 在根目录底下 不在src底下 这是唯一一个不在src底下的文件 它叫index.html 理解吧 看见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不要搞错啊 然后探号 type出来 有些同学说到这儿了 我要不要引那什么呀 我要不要开始在那儿inscribe 这个不要 知道吗 不要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先递 这个你得有 这个无论如何 这个这个没有 没法挂了 这个 好 把它写完 这事 OK 然后的话呢 底下呢 我们要配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们原来 从来没见过的 现在我们要开始配 它是给谁用的呢 它叫做 webpackconfig.js 我们把它加进来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叫webpack.config.js 好 我新建了三个文件啊 一个index.js 一个index.html 一个webpackconfig.js 我问一个问题 你从你的角度来猜 他们是哪个空间的 html肯定是第一空间的 对吧 浏览器看得懂 index.js 我看完这个样子 我就知道 它不编译 不翻译一下 浏览器看不懂 对吧 webpack.config.js 一看 就知道这是给webpack用的 这显然是第三空间的 一个东西 它是个配置文件 好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会有大量让大家觉得 这个不太理解的东西 好吧 我们来看 首先在这 const 这个const的一出 就是es6的语法 所以这个.js 给谁用的 这个.js 就是给webpack用的 所以它压根 不跑到浏览器上去 它完全是第三空间的东西 const的一个pass 等于 require 你看吧 提示还都出来了 你说气人吧 是吧 在这儿给个pass 有些同学懵了 这是什么鬼 好吧 我说一下 这是common.js的语法 webpack 那个里面 用了一些common.js 因为刚才那import 是es6的 这个是common.js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这个是谁定义的 这个pass require 其实跟那个import 那写法是类似的 或者说 它们是一类东西 那么这个require 这个是谁提供的呢 这个东西 是node.js提供的 那么node.js 在提供了这个东西以后 以使得说 你遇到某些路径 类型的问题的时候 能够去处理 这是它 要引这个东西的原因 所以你就看到 这是一个 在讲我逐步 要怎么去处理 这个中间 这些文件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好 底下的话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 约定输出的东西 就是model.expose 这再怎么说 也是个对象 对吧 反正model.expose 这个东西呢 反正webpack看得懂 那么webpack在看得懂的时候 那么有几个东西 要配一下 第一个 它是mod是什么 我们的mod现在是 开发状态 所以这写development ok 逗号 对吧 好 第二个 entry 进入点 进入点写什么 进入点 因为现在它所在的位置 是 外部 是最外层 02是根 根啊 是我们项目的根啊 那么02项目的根呢 webpack.config.js 就在项目的根上 所以它应该找的是谁啊 是.杠 src 杠 我们刚才写的index.js 这是它的进入点 从这个点 就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总文件 从这个点进入以后 它再去import 别的一些酷 然后代码 在最后形成一个竖状的结构 它用到谁 谁再用到谁 逐步的把它连进来 能理解吗 所以那么在这个点上 src.index.js 这就是这个entry的点 但是如果一个东西 它的结尾 不是 是以js结尾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 后置名不写 记住 这是一个 约定俗成的东西 好吧 然后entry完了以后 有一个output 我们刚才说 它有一个 这个编译的过程 那么编译的过程 它一定有一个output 那么这个output 里面写的是什么 output里面配置两个东西 一个是pass pass是说 我要把生成的文件 放在哪 生成的文件放在哪呢 那么就是 这个是pass pass是个对象 这个pass是 这个pass是output里 用的pass 这个是刚才 我们定义的pass 搞清楚啊 永远这个前面 这个不是变量 这个才是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 你不是直接拿这个变量 你要调用 因为它是个对象 它可以有方法 调用它的resolve 调用resolve以后呢 也就是它要解析一下 它要拿出这个dername来 拿出dername来以后 然后去resolve它 基于这个dername 然后去生成一个 叫build的文件夹 就在根底 生成一个build的文件夹 第二个 它的filename 也就是说 生成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然后把build完的js文件 放在底下 这个文件的名字叫bundle 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你不可以起其他的名字 但事实上来讲 约定俗成 我们都这么做 就是这个是build的 这个是bundle.js 也就是说 一会儿在做完以后 在02底下 会增加出一个新的文件夹了 这个文件夹底下会有一个叫bundle.js的东西 bundle.js 才是最终我们拿来用的 那个 就是进入第一空间 在浏览器里边 浏览器能够吃了下去的那个东西 而index.js是不可以的 所以刚才我说 这儿要引哪儿 我说你要引哪个东西 我说且慢 现在我告诉你 他这儿可以知道让他引什么 引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script 点杠 build 其实现在他没build出来 还没有呢 然后杠 bundle 点js 也就是一会儿你去那边去build去 build完了以后 build出来成功了 然后这个页面就能刷出来 能理解吧 好 这是第一步啊 没关系 !. ? ? 我 的 我觉得 没了 如果 很